这个妓院生意红火 他每天来捧场的客人却是一群女子 这个小鲜肉眉清目秀 却日日周旋在一众女子身边 小鲜肉名叫许瑟 在妓院出生 从小便和妓女们混在一块 老宝答应许瑟的王母要好好照顾他 可又担心他不思进去 虽说许瑟生为妓女的孩子 是无法考歌曲入仕途的 但至少还能考个一关 可许瑟调皮爱玩 常常和妓院的姑娘们打情骂俏 也不读书 也没什么理想 为了让许瑟乖乖听话读书 老宝时不时就赶他出门 让他自个儿冷静冷静 可许瑟到一点都不着急 每次都只当是出门游玩 这不 这次许瑟又被老宝赶了出来 许瑟还是老样子 神色自如 不自悠闲 不知不觉逛到了猎女堂 所谓猎女堂 就是专门给贞结猎女设牌坊的地方 听着当官的宣布猎女的名字 许瑟有些嗤之以鼻 不想身边的一个女子竟也感叹猎女的可悲 许瑟看过去 还是一个面如桃花的大美人 两人凝视着彼此 许瑟还来不及询问对方的名字 美人便悄然离开 许瑟继续无聊的闲逛 却在树林里遇见了一个浑身赤裸的道士 道士劈头散发 满嘴胡言乱语 也许瑟担心道士对自己不利 许瑟干脆请道士到酒馆喝酒 几杯黄汤下度 许瑟才发觉道士是很有意思的人 看着道士 许瑟想到了回妓院的办法 如夜 许瑟拉着道士来到妓院门口 表示有客人上班 这下开门的也没法拦他了 活到妓院后 许瑟带着道士大吃大喝一顿 时间才知道士名叫六甲 一番聊天后 两人颇有缘分 许瑟干脆和六甲结为磕头拜把的异性兄弟 这下许瑟又多了个玩伴 每日与六甲在妓院里吃喝玩乐 完全将读书丢在一边 老宝没折了 干脆将两人通通都关进小黑屋里 就在许瑟寻思着要怎么出去时 忽然听到妓院的姑娘们说 今晚来了一个难缠的客人 各种挑肥减受不乐意 换了几个姑娘来伺候都不满意 听到这些话的许瑟立刻明白什么 于是叫来老宝 声称自己有办法搞定那位客人 老宝这才将许瑟给放了出去 许瑟果真有招 那位难缠的客人一下子就消费了好几瓶酒 最后还笑颜眯眯的离开了 老宝问许瑟是怎么搞定客人的 许瑟这才到处原委 原来那位客人竟是女子 或者准确点说是正在守洁的寡妇 漫漫长夜孤独寂寞 寡妇一想找个男人来聊天喝酒 可这世上哪有让女人喝酒娱乐的场所 于是只好找到妓院 与此同时 妓院欠下一笔高利贷 老宝真为此头疼 如果再不还钱 妓院就会被收走 到时候姑娘们的下场 想必不会好到哪去 听闻此事的许瑟立马有了主意 他向老宝提出 接待女客人的想法 由自己来当寄生 如今要守活寡的女子满大街都是 这些女子就是妓院最好的客源 再说了 许瑟从小在妓院长大 熟知妓院的一切规矩 琴棋书画又都懂些 最重要的是 他为人机智圆滑 又善甜言蜜语 最能讨得女子的欢心 可男人怎么能做寄生呢 此言一出 老宝立刻反对 可许瑟说了 他只拿两成的酬劳 老宝一听 当即派版 没问题 主意定了 下一步就是宣传 这次轮到许瑟的好兄弟 六甲倒是上场 六甲不负众望 每日在街头巷尾派发传单 传单上疑惑地写着 牛郎书生随时待命 这不 没多久 妓院有牛郎的消息 便在广府当中传开了 很快 第一批女客找上门 凭借着一张玲珑桥嘴 和清秀容颜 许瑟很快便取得了 女客们的欢心 成为宏极一时的 妓房少爷 虽然是男妓 许瑟并不靠出卖肉体为生 女客们来找她 也并非情欲 多是喝酒聊天 排浅孤独 或者对许瑟诉说 各自的故事 一段时日后 妓院的生意也大有好转 许瑟还时不时地 带着姑娘们出来逛街 喜欢什么买什么 一切消费全都她来买单 这天 许瑟正带着妓院的姑娘们逛街 不想尽再次偶遇 先前在猎女堂遇见的美人 美人正在打世子 画面美极了 许瑟自高奋勇要帮美人 可打了半天 一个世子都没落下 我的冲面子 许瑟谎称 六甲是自己的仆人 让六甲再帮她打 论利器 六甲还是不落下风的 一杆子就打漏了一堆世子 可当许瑟将世子送给美人时 美人却没有收下 而是转身离开 还是美人的小丫鬟 偷偷告诉许瑟 主子的名字叫海源 望着海源远去的身子 许瑟的心渐渐萌动 也许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许瑟不久后 又在佛堂遇见了海源 这次许瑟可绝不放过机会了 上前便有海源去喝茶聊天 可还没等海苗回复 一个男人便挡在面前 男人名叫柳相 是海源兄长的朋友 看着海源和柳相聊得热火 许瑟只能知去离开 回家路上 看到柳相乘着轿子 大摇大摆路过 六甲不禁打却 论长相 许瑟不比柳相差 可他只是个既往的少爷 柳相却是高高在上两班 所谓两班 指的是古朝鲜的贵族阶级 也就是士大夫 和两班相对的就是贱民 许瑟生的妓院自然属于贱民 和许瑟岂是青年放弃之辈 没过多久 他便骑着马再次来到佛堂找海源 一回生二回熟 海源这次也不再拘谨 和许瑟喝起了茶 聊天中 许瑟才得知 海源来佛堂 是为了参加科举的兄长祈福 为此在兄长高中之前 海源每日都会住在佛堂诵经念佛 至于柳相 海源只说是兄长的朋友 听到这话 许瑟才放下心来 许瑟生怕海源被柳相抢走 要海源小心提防他 没想到海源却各种说柳相的好 什么学识高傲人亲见 有品味 许瑟顿时敲高了嘴 质问他自己呢 在海源心里是什么印象 应该不至于是混混吧 海源想了一会儿才缓缓到处 不像混混 可话还没说完 就被小丫鬟催着去上香 海源也是可怜人 唯一的兄长是个愚钝之人 读了十几年书 还是什么都记不住 连海源的小丫鬟都垂胸顿足 为小姐感到不值 这天柳相来找海源的兄长 十年这么多年 海源为了照顾兄长连婚期都耽误了 而他一心爱慕海源 希望兄长能将海源许配给他 兄长自感对妹妹的愧疚 加上他和柳相又是多年的朋友 便答应了这门婚事 解决完兄长这边 柳相又来到妓院找许瑟 此时的柳相还以为 许瑟和他一样是两半 只是喜欢流年妓院 柳相一番威胁 让许瑟以后不要再接近海源 否则后果自负 可许瑟怎会听他的 这波柳相刚警告完 许瑟就深夜来佛堂 找海源去赏月 犹豫之下 海源终时将手递给了许瑟 两人趁着月色 都在小溪边聊天说话 海源这才道出了 为何要鼓守佛堂 替兄长起伏的真相 原来海源喜欢吃柿子 小时候便缠着兄长多摘些柿子 熟了兄长却不小心从树上摔落 自此失去了原本的聪慧 海源也因此深陷自责 从此便吸引了自己的人生 替兄长而活 许瑟沉默了 随后道出一句 姑娘娘为自己而活 这句话似乎解开了海源的心结 这一刻许瑟也真正走进了海源的心里 月色寒冷 许瑟和海源抱在一起 互相取暖 许瑟对着海源 用鲜罗的语言说了句 我爱你 可当海源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时 许瑟却又说 意思是你真美 今晚是许瑟最开心的一个晚上 这之后 许瑟和海源的关系越来越近 他们一起读书 一起烤火 一起打柿子 一起度过了一个秋冬 终于 海源在许瑟的唇上印下一个吻 这对欣欣相惜的碧人 隔着佛堂的高墙虎望 仿佛世间再无东西可以阻拦他们 与此同时 许瑟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许瑟成了当之无愧的头牌击生 每晚的女客落一步绝 为了方便起见 老板还将女客们都聚集在一间屋里 妓院的名声也日渐远播 甚至由男子主动来妓院 要做寄生 这些男子变成了许瑟之后的练习寄生 这些男寄生或俊美或儒雅或勇武 最后干脆组成了男寄天传 瞬间便博得了女客们的欢心 许瑟也自此落个清闲 常常有时间带海源去读书 这天 许瑟在文库里寄了一堆书 其中一本书便是有关鲜罗的 许瑟向海源说起了仙罗国 传说仙罗四季如春 刮刮遍地 百姓你有不爱恶 还有大象工人骑行 海源自是无比期待 许瑟承诺 只要自己通过了一关考试 就带他去仙罗 说到这儿 海源有些疑惑 许瑟不是士大夫子弟吗 为何要准备下级的一关考试 而不参加歌举呢 海源这句话典型了许瑟 一时以来 他都告诉海源说 自己是士大夫之后 如今才恍然 自己只是最为低贱的贱民 许瑟神情恍惚地走在街上 他都差点忘了 自己出生卑微这件事 许瑟顿时悲从心来 他只是个寄生 是这世上最卑贱的人 要如何给海源幸福 对待许瑟暗自神伤时 柳相找上海源 柳相将一对对戒交给海源 希望海源与他成婚 可海源却迟言拒绝了 在兄长尚未考取功名之前 他是不会嫁人的 可柳相看出来了 真正的原因不在于兄长而是许瑟 为了掌握情敌的情况 柳相当即命属下调查许瑟 可许瑟还蒙在鼓里 全然不知 起料更坏的消息传来了 妓院中有个和许瑟 情同兄弟的姑娘小妖 小妖是妓院里年纪最小的妓女 性格安静 一心向往爱情 后来被一个大官买走 作为妾室 可惜好了没多久 大官便又娶了别的官宦女子 甚至根本不认她这个青楼出生的妾室了 小妖在绝望之下最终选择自杀 而她上吊的地方 竟是烈女堂 得知此事的许瑟和老宝 急忙感到揭示 可惜已经晚了 许瑟痛苦不已 详细小妖曾说过的话 如果能进烈女堂 就意味着进了相公的家谱 当时许瑟还打趣到 她是妓女 怎么可能进得了烈女堂 没想到如今小妖 竟以这种方式踏入了烈女堂 小妖的自杀 对许瑟的打击很大 她这傻妹妹 好生生的活着不好吗 为何要刺杀巡短剑 又为何要为这无情的男人 做真结烈女 许瑟不明白 什么真结 什么烈女 她把这些真结牌坊 都给烧干净 许瑟过着酒罐 来到烈女堂 在真结牌坊上倒酒点火 顿时 烈女堂燃起熊熊火焰 一举守活寡的寡妇 见状怒斥许瑟 这是他们持节受贞的证明 怎么能一把火就给烧了呢 许瑟悲愤地转身 这哪里是什么烈女堂啊 这分明是禁锢女人的牢笼 分明是熬干女人青春的监狱 周围骂声不断 无论是真结烈女们还是男人 都纷纷指得许瑟是个杀千刀的 要遭天谴 许瑟无所顾及 朝着自己身上淋了一壶酒 然后向着身后的烈火走去 他愿与这不公正的烈女堂同灭 都在这时 刘相已经查到许瑟寄生的身份 于是带着一群军师闯入妓院 军师们各自打砸抢 妓女们被踩在脚下 狐义们被鞭子抽着 就在许瑟走向火海时 柳相手下军事赶到 将其打砸 柳相告诉海员 许瑟不过是个接待女客的寄生 是最卑贱的人 是玩弄他感情的禽兽 说完不要拔刀杀死许瑟 海员哭着跪求柳相饶过许瑟一命 看着心爱的女人为别的男人求情 柳相又悲又恨 可面对海员的眼泪 柳相最终还是选择放过许瑟 将其关到一进府 许瑟的事情一惊曝光 朝廷大臣们全都紧张起来 深夜聚集召开会议 探讨如何处置许瑟 原来这些大臣的妻子 女儿或儿媳 都曾出入这家妓院 如今丑丸报方 大臣们竟丑态逼乐 丝毫不顾及刺激两般的身份 包在一起打作一团 最后为了保全各家族的名胜 众位大臣还是决定大事化小 许瑟也因此逃过一劫 许瑟入狱后 柳相再次找上海员 还是希望海员和他成亲 海员却一直沉默不语 柳相明白海员的心思 只说了句 他会一直等他 看着柳相留下的一对对劲 海员努力忍住眼中的泪水 也许嫁给柳相是最好的选择 也许许瑟根本没有爱过他 成婚前日 小丫鬟忽然告诉海员 六家曾跑来说 许瑟对海员是真心的 海员于是立即跑到牢房里 他想知道许瑟究竟有没有爱过他 可许瑟的回答却是 他身为弃生 自然都只是逢场作戏 从未真心爱过任何一个女子 包括他海员 海员又伤心地离开 可当海员走后 许瑟已然是泪如雨下 他只是个最卑劲的寄生 不配拥有爱 当晚六甲和老宝贿赂牢狱的看守 将许瑟救了出来 为了不拖累老宝和六甲 许瑟让两人坐船先走 自己会另外找地方藏身 许瑟拜别老宝和六甲 从此他们将天涯没落 他许瑟将不再是寄生 第二日 海员穿上恢服 坐上轿子 他将成为流向的新娘 时光荏苒 多年后的许瑟 已经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小老头 在偏远的山区靠作画为生 一天一顶红色轿子来到山下 轿窗拉开 竟是年迈的海员 海员如今两鬓斑白 年余古稀 早前还派了个丫鬟 打听许瑟的生活 丫鬟回报 许瑟很健康 也很健谈 生活得很好 还给了海员一幅画 画上竟是多年前的海员 看着自己的肖像画 海员的记忆瞬间被拉回到几十年前 那时许瑟曾拉钩承诺 一定会给海员画一幅肖像画 如今终于见到这幅画了 可惜时光已经过去几十年 海员感叹这幅画太美了 还用当年许瑟交给他的鲜罗语 说出好美丽 小丫鬟就忽然表示 这句鲜罗画的意思不是好美丽 而是我爱你 海员对时落下一行类 原来他是爱他的 而为何他不明说 为何这三个字这么难讲 海员望着山上的木屋 此时 山上的许瑟似乎也看到了海员 两人隔着一片田野互望 时光似乎又回到从前 那些美好的旧时光 那个没有实现的 带海员去鲜罗齐大象的承诺 都被许瑟画成了一幅又一幅的画作 贴在墙上 凝固成了心底最美好的时光 最后海员乘着轿载 渐渐走远 山上的许瑟还在依旧凝视 本篇提到了 鲁朝鲜社会的两大问题 一是男尊女卑 二是阶级翻离 其实这两点不仅在古朝鲜 在中国古代也一样 男人为尊 女人为父 男人往往可以一夫多妻 三妻四妻 女人却必须要恪守妇道 三从四得 为男人持节守真 哪怕丈夫死了 女人也无法改嫁 否则就会落个浪荡成性的幻名声 因此衡量一个女人 是否得行优秀的标准 就是能否进入猎女堂 能否立一块真节排放 尤其是在封建礼教极其兴盛的 名宋时期 极度推崇女子为丈夫守节 为此还编撰了大量教导女子 持节守真的说 比如内训 补金烈女传等等 南宋时期兴起的成诸礼学 就曾大肆宣扬 饿死是小 诗节是大 一般来讲 有了欺世的男子 如果沾花惹草 顶多被认为是诗德 甚至还会被传为风流运势 或一段佳话 那女子一旦出风流 就会被认为是诗真 是败坏门风 有被阻得的 不干净的女人 对此 那些诗真的女子 轻则赶住家门 重则火烧 上吊或凌迟处死 哪怕是到了近代民国时期 私同男女官司的女子 都要遭到禁猪笼的酷刑 本片中的贞杰猎女们 往往一身素衣 首节时间长的 还给奖励一把银庄刀 意思是要她们继续倾心寡愈 继续忍耐 可电影中的许瑟 偏偏是个男寄生 专供女子享乐 这个身份的存在 本就是反传统的 既然男子给循环作乐 为何女子不能聊天喝酒 许瑟并没有传统的 男尊女卑观念 可谓是封建礼教文化下的 一个异类 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异类 才敢于抨接男尊女卑的正统文化 才有勇气烧掉寡妇们的 贞杰排放 因为许瑟这个男寄生 无数寡妇开始了性解放之落 这座妓院对于这些寡妇而言 是唯一的自由所在 她们听琴 看话 聊天 喝酒 总算稍稍解了 这常年的压抑和寂寞 电影中那一个人物 六甲道士 也是个耐人寻味角色 许瑟初见六甲时 他浑身赤裸 生殖器全然暴露在眼前 却完全没有羞耻之感 在六甲看来 人生就是赤身来赤身去 何必在意这一副臭皮狼 六甲这个角色 看上去疯疯癫癫 实则是对传统礼教文化的蔑视 六甲的疯癫 颇有一种众人皆追 我独行的意味 电影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留言 关注米虫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关影 一整天 嘴一角小玩玩哟 拜拜